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请一号男嘉宾 好好生活 慢慢爱你 懂我奇奇怪怪 陪你可可爱爱 能感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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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浓营养 美味镜像 口感超浓郁 营养更丰富的真浓牛奶 有请带着浓浓诚意的男嘉宾上场 两位老师好 我叫何家伟 今年27岁 是西安人 现在南京工作 然后值得一提的是我大学的好朋友们也来到了现场 看一看你的亲友团 是三男三女 这两位肯定是一对 不是啊 三男三女居然没有一对是 所以他单身不是没有原因的 这位男嘉宾由荔枝新闻推荐 来 选你的心动女生 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 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制推女生 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 我们将公布制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 港中震荡高好吃不上国 爱之请回答 您的第一个诉求是 我希望我们能随时随地地去主动记录彼此 18号 男嘉宾 你好 我之前开过一个媒体小号 上面就会记录我跟我小动物的一些日常生活 前两天的时候翻出来看觉得有些东西还挺触动的 我觉得记录是一个非常好的 对 我也是这样想 我之前谈恋爱的时候也会主动去记录女朋友 有时候可能拍的不是很好看的照片 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在那个时间点它很幸福 它很有意义 对 是的 很触动 我说的是当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分开了就不会再拿出来看 他好像有点惊艳受过某种惊吓 一套防御动作 赶紧把这个会有可能出现的危机把它扼杀 7号 男嘉宾 你好 我之前跟前男友在一起也很喜欢和他一起记录日常 然后可能会让我觉得在这个人生的拼图里面就变得更加圆满了 可能很多年我老了以后我再回头看 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拼图和他之间的 不一定 但是我如果是 不一定什么 不一定是他 不是 就是如果是我谈了新的人的话 就会抹清他的记忆 对 我记得7号有一个习惯 你是谈一次恋爱就写一首歌 还是说失恋一次就写一首歌来着 那你怎么把歌曲再抹掉呢 我觉得是一种感谢和记录他们的一种方式 那你有了新男友老歌还唱吗 不停了 但是他确实可能会留在我的主页里面 对 我也不会刻意去删 所以是生命的印象 对 14号 男嘉宾 你好 我很赞成你这种想法 而且我也是在感情中恋爱浓度需求量非常高的人 就像我们的真浓金庄高盖牛奶 1.6倍盖 口感浓 营养浓 回味无穷 每一口喝起来都是浓浓的营养和美味的享受 推荐给你 刚才也在后面尝了 就是浓的牛奶确实好喝 然后恋爱也确实会甜 对 第二个 我不希望你坐在副驾驶的时候只玩手机 13号 我特别能理解男嘉宾的这个诉求 因为我在开车的时候我需要一个非常活跃的副驾坐在旁边 然后给我提提神 对 因为我自己其实是一个比较喜欢自驾去玩的人 一直开车的时候旁边的人在玩手机或者睡觉 那其实就会很容易困或者说也会很没意思 16号 男嘉宾 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您觉得合格的副驾是什么样的 陪我聊聊天 剪小八卦 或者说放歌 给我喂点零食啊 这种 对 如果说有才艺的话可以唱个歌啊什么之类的 这要更好了 有才艺 虽然副驾驶还要有才艺 24号 你好 男嘉宾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体验过下人的副驾 其实我的开车技术还是可以的 但是我妈只要一坐上我的副驾 前面走过了一个人我已经看到了 但是她就会突然间特别大声告诉我 有人 看着 其实我们是开着导航的 然后我妈也会就是突然间插下来 你走的这个路不对 导航指挥的也不对 你就得按照我这样的走 我告诉你从这边走 你为什么要听导航的 我比导航熟 你押线了过来 你慢点 你不要跟他抢到 有人有人刹车 孟老师经历了什么 想象一下他妈这种情况 和一个安安静静的美女玩手机 你选一个 那还是选美女玩手机吧 好 来看片子 好 来看片子 我今天也不知道 你不要把我自己的话语体系 看会别急 再对计下克力度 这个方案从0到1的方法论是什么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面试环节 他们会问我 你做这件事情 能给公司带来什么价值 然后你做这件事情 在底层逻辑是什么 然后我就会有点 经过这一轮轮的面试 我才体会到 也许不是工作不适合我 是我不适合这份工作 自己最大的优势 其实是学习了七年的化学 现在我做回了一名 竞赛班的化学老师 可我曾经也是个调皮的学生 我的成长伴随着 一封封保证书和检讨书 现在我妈还保存了三十多份 这个可能是因为 小时候妈妈经常工作在外面 这是她对我的一种教育方式 因为这个呢 我妈妈现在养成了习惯 现在不管是好事呢 还是坏事 我都会经常给自己 做一个总结 给自己一个反馈 生活中 我是一个狂热的旅游爱好者 我和最好的朋友 组了一个五人旅游小分队 大家来自天南海北 每次出发前 群里会投票选一个地方 投票最高的就是下次目的地 我们还会建立一个共享相册 每次都会拍满 一共五千张 这些年 我们一起走完了川西 青海 新疆 云南 四个大环线 我觉得出来玩人最重要 人对了 干什么都不重要 希望未来的某一天 在旅行的路上 副驾驶是我可爱的另一半 我算是看出了 对这哥们来说 副驾驶上的那个人 太重要了 那帮好朋友 是不是现场的 这几个 不是现场的这个好朋友 不是这波人是吧 你们都做过是吧 他们还可以吧 还可以 他们都有才艺 也会投喂零食 没有他们不会就是说 就是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就是感觉像我像个司机一样 走蛋的 刚才他们说 你们出去玩一个小分队的照片 我们看一下大屏 哇 超酷 哇 哇 啊 安静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善良 非常体贴 就是在这种情况中继续关系 我们每个人的意见和建议 你对他也有印象的话 欢迎来选择他吧 犹豫就会败北 但是选择小和一定不会后悔 人员派好 一号 男嘉宾您好 我想知道一般一个团队 有的人会负责做行程的攻略 有的人会负责开车 您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呢 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我比较随和 就是基本上都盯他们的 然后玩的时候的话 对我确实是会负责开车 然后摄影的话我器材也比较全 也会帮他们拍 好的谢谢 13号 男嘉宾您好 其实我感觉我跟你有点像 就是我也会在关系当中 会主动拿相机或者手机去记录 可能我不会出现在合照里 因为那个拍照的人就是我 我想请问一下 如果一起出去旅游 您的朋友跟您的恋人 产生了误会或者是矛盾冲突 你应该如何平衡呢 因为我其实在恋爱中 会是这样的 就会很积极地去给对方 提供情绪价值 那如果说女朋友感到委屈了 那肯定是我先占她 让她就是心理情绪上 得到一个安慰 然后我再来从中调解 就是看到底是谁的理 或者怎样 谢谢 这样 我倒是想跟大家讨论 一个受欢迎的人 应该是什么样 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出来 讨厌的人有哪些特质 14号 我特别讨厌那种放鸽子的人 就是之前我们有过去 一起商量去旅游 然后我规划好了 然后临时他们就说 拖不开时间 我当时就会很失落 然后我去也不是 不去也不是 但是这个人呢 在你做攻略的时候呢 他镜头跟你一样打 镜头比你还打 是的 他甚至还会跟我说 这个要怎么样 那个要怎么样 还会指手画脚 明白了 放鸽子是一个 来 17号 我在旅行中 就非常不喜欢 那种扫兴的人 就假如我们去 就是逛个小吃街 我说这看起来很好吃 对方说 哎呀那一看就很难吃 或者那种地方多的是 不是每个城市都有吗 就是这种 还有一种 不停地在抱怨 天冷他抱怨 天热也抱怨 抱怨和那个扫兴 他搁得很近 就是扫兴的人们 他往往也爱抱怨 5号 男嘉宾你好 我看到你刚在VCR里面 有提到说 大厂的一些专业语言体系 我是一名麦克医生 然后我也想分享一下 我的专业上的一些语言体系 然后想让男嘉宾猜一下 就是牛奶 是什么血液吗 还是什么血浆带 什么之类的 它是一种就是和牛奶一样 颜色白白的 比如说年龄很小的小孩子 要麻醉的话呢 医生就会逗他说 我们给你来一个牛奶好不好 其实它是一个麻药 好的 17号 想分享一些就是汉服圈子里的 一些小名词 就比如说牛角包 你知道是什么吗 牛角包是你头上的装饰品吗 不是装饰品 它是一个发包 因为我们做造型 一般不会用真发 真发没有这么长 也没有这么鼓 所以我们会用到这种 牛角形状的发包 然后这样子扣到头上 就是耳锅到头顶这一块 就是圆润饱满起来的感觉了 我知道的 然后还有秃子乐 什么 发肌线 和发肌线有点关系 是什么 其实是一个爆面 就是他自己自带一个发片 然后你可以搂上去 然后这样子看到的 就不会是一个发包 是他的头发 我感觉你们就是 都是跟头发有关的 对了 说来半天都是头发上的事 郭琪 男嘉宾你好 我想问一下你 今天抱着怎样的底层逻辑 来到《非诚勿扰》 然后你想在《非诚勿扰》的台上 以什么为抓手 从而触达 赋能我们所有的女嘉宾 你又想和台上哪个女嘉宾 对其颗粒度最多 从而形成一套闭环的矩阵 形成自己的方法论和打法呢 好 录了 厉害了 这个词用的蛮溜的 那我可能会先做一个广泛 而有深度的用户研究 然后我会找到你们的痛点和诉求 然后选择其中一个女嘉宾作为抓手 然后我会输出我的价值和逻辑 然后从而打通最小的这个MAP验证版本 最后我就放量 然后去复制到每个女嘉宾身上 然后最后形成我的整个 跟24位女嘉宾交流的一个方法论 满分答案 满分 哇 想抓手就算了 还要放量 我的 哇 酷酷 他们两个颗粒度对齐了 那个片子里边内容还挺丰富的 除了这个记录你的生活之外 你小时候的检讨数这些都记录灾案的 这个东西我要是不知道的话 我以为它就没了 谁知道其实我长大以后 我妈妈跟我说 其实这个东西还是留着的 然后她还给我拍了照片 然后当时我看到我写的那些字的时候 我就觉得非常尴尬 今天我犯了三个错误 她多想妈妈要了20块钱买了陀螺 骗人 就是我买了个陀螺 这一个事被我妈妈拆分成了三个错误 首先就是多要了20块钱 然后买了陀螺 然后基于以上两点 然后骗人 所以她今年压岁前没有了 这个走进科学没有了 这个礼拜玩电脑的时间没有了 对 就是会有一些惩罚 最下面一行字是晚上睡地上 是 那个可能是当天晚上的惩罚 对 就是睡地上 她不是晚上 她是从今天晚上开始 逗号 每天晚上睡地上 这是几年级你还记得吗 四年级 四年级 四年级你的字也还挺好 哎呦 站在外面的我 越发的后悔和气氛 后悔自己那么简单的题都能错 气氛自己 没有调控好自己的情绪 影响到了人家 最后还有一句 哎 悲哉痛也 我感觉这可能是我妈妈 跟我的一个教育方式 我小时候都是我妈妈 可能一周在家的时间 不会超过两天 对 她经常出差 然后所以我的很多错误 都是由我的姐姐 转交给我的妈妈 然后我这边在写简导书 我妈妈回来看完以后再签字 她姐姐是CEO 她妈是董事长 CEO把她干的那些坏事 承报给董事长 董事长回来批阅 该怎么办怎么办 好 看下一条 我的初恋发生在大夜的轮滑社 她刚加入的时候 是我负责叫的她 有一天突然下暴雨 我当时就觉得在暴雨中去玩轮滑 一定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我就跟她讲了 她当时也二话不说就加入了我 我就觉得她跟我一定是一类人 经过这一场雨 我们成了非常好的朋友 可以经常约着一起玩自习 一起打台球 一起到琴房去练琴 慢慢地就走到了一起 大三时面临考研 我们约定未来留在南京发展 但是没想到她在上海找到了工作 一年不到我们就分手了 我听到她要去上海的消息 其实非常无奈 我不能影响她追求她的未来 可是我也没有重新选择一次的机会 或许我当初是不是应该自私一点 那可能就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上一段感情发生在盐一 我记得我们相识在2020年的冬天 我在雪中向她表白了 她也答应了 我会给她拍很多好看的照片 她会送我她亲手做的手工 唯一让我觉得有点不舒服的是 她面对我分享的苦恼或者开心都很冷淡 我感受不到她为我开心 为我难过 两个人对情感浓度的需求可能不太一样 最终我们还是分开了 我理想中的她 可以陪我一起做疯狂有趣的事 我们能瞄懂彼此奇奇怪怪的点 一直保持热烈 但对未来我们都必须是认真的 9号 就是男代宾在微笑里面有说 你这些女朋友就是 你给她分享 然后她并不是怎么理会 我有过这样的朋友 就是你跟她交流 她跟你分享的你就听着 但是你去跟她分享 她就会开始玩手机 所以我觉得这真的就是很不礼貌 对 这个可能不只是尊重的问题 就是可能是因为 我们每个人都会对自己所做的事情 会有期待 但如果给不到好 那我心里就会有很大的落差 这个就很难受 就希望世事有回应 渐渐有着落 对 是的 15号 男嘉宾好 我想问一下 您在感情当中 对感情浓度的需求有多高呢 如果1到100分 你打多少分 我自己的感觉是90分吧 那你对对方的照顾和关心 就是实际行动会多吗 这个我觉得是跟我的投入程度相一致的 9个相 7号 男嘉宾你好 其实我也是一个对感情浓度要求 比较高的人 但是我现在有一点不同的想法 就是我觉得感情是没有办法 一直保持高点和高浓度的 如果我们一味地追求高浓度的感情 其实会让我们更加地患得患失 比起高浓度的感情 可能会更在意两个人 这个热度的时间和频率 对 你说的这个点 其实我觉得最核心的就是 大家的需求 或者说大家的期待值 是一样的就好了 一开始每天说十句 后面每天说三句 只要大家一样 我觉得就没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 5号 男嘉宾你好 我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浓人 比如说我跟你说我喜欢你 我不会说我喜欢你 我会说我真的真的好喜欢你 如果你给我分享一个菜 我觉得好吃 我不会说好吃 我会说真的好好吃 然后我想问一下男嘉宾 你希望对方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做出这种比较浓烈的回答 然后这样的回答都有什么 比如说 比如说我很 就是刚才那两句话 你会怎么表达 一个是想你 一个是菜好吃 想对方的话 这个时候可能就会 就是会发很多遍 也会发很多很多 那个表情包这样子 叫你发 叫你发好多遍 来 还有那个菜好吃的 我有点不敢说了 他觉得一什么菜都不好吃了现在 蛮可惜的 我觉得男生很热情很可爱 他就毛病就出在刚才说那个 好想你好想你那个玩意儿 就是我想你这件事情有各种各样的表达 但是女生如果看到很多的心 然后很多的表情包 还是觉得男生没有动脑筋的在表达 对 可能我的表述确实有一点点问题 而且你觉得谈恋爱很多时候是 两个人共同在经营和创造着 一种属于两个人的文化 谢谢老师 但是我其实挺喜欢这个男生的 他其实很纯粹很智烈 而且在整个沟通交流的过程当中 也非常的真诚和坦诚 最后给男生一个小建议 想你这事千万不用表情包 表情包是发给很多人的 明白明白 我们真的女生不能要求一个男生 在表达上跟女生一样 我觉得5号作为女孩的谈恋爱 她的这样的表达很OK 作为男朋友听到女朋友说 我好想好想你哦 好好吃好好吃多好 你换一个老爷们也这么跟你说 哎呀宝儿我吃了个菜 好好吃好好吃哦 所以男生有属于男生的表达 那直接就问你在哪儿 我马上过来 马上来 这就是表达男人的渴望 所以我们对真诚应该有自己 有一个性别差异的评估标准 对 我挺喜欢他的这些朋友 而且他的朋友 不管男生还女生 你觉得他们坐在一起 他们是有一种共同的气质的 就是带着乐观 带着知性 带着一种亲切感 这个结果你们有想到吗 兄弟们一片死寂 现在他们要离开这个舞台 你现在说的话 是给电视机前收看我们节目的 女性观众看 我觉得她不太需要一个副驾 她需要一个会开车的女生 做她的主驾 因为她开车实在太吓人了 所以现场的 包括电视机前 开车开得比较好的女生 希望大家来找她 男生最后这句话的意思 我也听出来了 我要是没找着对象 你也别想找着 好 再见 谢谢孟平老师 再见 再见 其实我是一个不太爱用表情包的人 因为在我这里表情包 它是一个很高级别聊天的 才会用到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才会在场上说 给女生发表情包 表示我好想你 其实在正常生活中 我不会就是一直发我好想你 其实我一般是会问女生你在干嘛 或者说 最近这个电影挺好看的 那我们要不要一起去看 如果电视机前的女生 对我有好感有兴趣的 欢迎来联系我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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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